还要来关心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婿赵建民 16年前深入了台开内线交易案件 官司缠送多年高院庚无审判赵建民三年八个月 而他的父亲赵玉柱判刑四年定宴 赵玉柱今天早上到台南地检署报道入监服刑 而赵建民疑似为了躲避媒体拍摄 他提前一天到台中金鱼报道 根据了解赵建民入狱之后他住的是二到五人房 有一名室友跟他同住 预防说赵建民晚餐吃了三菜一汤 早餐则是吃了青粥和酱菜 心情上还算稳定 那么他今年八月份初开幕的骨科诊所 已经贴出了歇业告示 而许久不见的前总统夫人吴淑珍 也到女儿陈信瑜开的牙医诊所 似乎是要关心女儿 戴着帽子口罩走进台南地检署 他就是前总统陈水扁的亲家赵玉柱 涉及台开内线交易案 遭到判刑定验 26号上午入监服刑 还有跟儿子联络吗 面对记者提问 没有多做回应 赵玉柱和儿子赵建民 2005年涉入台开炒股案 不法获利数千万 官司缠送16年 最终判刑定验 赵玉柱被判4年 儿子赵建民被判3年8个月 假官会进行训问 训问之后人别确定没问题 没有不宜执行的情况 就会发肩执行 赵建民一次为了躲避媒体拍摄 特地前一天到台中监狱服刑 在25号下午5点半报到 入住两制五人房 目前有一位室友同住 第一顿晚餐 吃了三菜一汤 有白饭高丽菜 公保鸡丁 还有冬瓜排骨汤 饭菜都有吃光 早餐则是吃了青州酱菜 配豆腐乳 预防透露 经过一夜 赵建民的心情还算稳定 而随着赵建民入狱 他今年8月才开幕的骨科诊所 也贴出了卸业稿 问题是主要是我哥 那个医师才刚出来 所以他没有什么基础 就卸业 许久不见的前总统夫人吴淑珍 下午以来到女儿陈信瑜的牙医诊所 似乎想要关心一下女儿 但随后诊所拉下铁门 不再做任何回应 随着赵玉柱父子入狱 昔日第一家庭的成员 再度成为媒体焦点 解台中台南综合报道